高雄海述國際南網挑戰賽 在昨天展開了會內賽 17歲的聽障選手李德熙 還有19歲的鍾賢 他們都是韓國年輕新秀 表現搶眼 畫面下方的韓國選手李德熙 年僅17歲 而且是聽障選手 目前世界排名251名 就算面對世界排名93的日本名將伊藤龍馬 低盤就打出不凡的氣勢 不過伊藤龍馬依舊是老經驗 進入到第二盤改變戰術死纏爛打 就算是被逼到了搶七賽末點 也能夠搬回局勢 被弄得心不氣躁的李德熙 最後是雙發失誤 將第二盤直接送給了伊藤龍馬 來到了決勝盤 李德熙體力明顯跟不上 沒有辦法應付伊藤龍馬的強力抽球 保不住關鍵的第八局 最後李德熙氣力放盡 6比4 6比7 3比6輸球 雖然被淘汰 不過還是讓伊藤龍馬 嚇出一身冷汗 而第一天唯一出賽的台灣選手 黃亮奇 則是強碰大會第二種子中賢 中賢曾經在沒網差一點 讓瓦瑞卡翻船 加上雙方排名有段差距 雖然黃亮奇還是打出了自己的水準 但最後還是以直落二不敵中賢 但也讓所有球迷看到了台灣選手的平靜 民視新聞張正麟 雲启成高雄報導